一辆黑色轿车准备驶出停车场 管理员还热情打了招呼 想不到下一秒轿车开始爆冲 直接撞进一旁店家 机车和盆栽无一幸免 全都被撞倒在地 过没几秒的时间 轿车冒出大量白烟 管理员正想上前关心 想不到轿车再度失控 打了倒退档笔直向后爆冲 接着回转180度 高速撞上停车场内的轿车 不过还没结束 轿车随即又往前撞进第二户民宅 将近一分钟的时间 轿车竟然爆冲连三撞 现象还生 人家倒霉的时候也设不出来 倒霉 认证定了 倒霉 85岁的詹姓妇人疑似因为谎神 才会误将油门当刹车 导致车辆爆冲酿货 但台东这名骑士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这间骑士高速撞向黑色轿车 整辆机车顺势弹飞到槟榔滩内 瞬间将槟榔滩垫门撞毁 骑士更难逃一劫 整个人天空翻滚一圈 重摔在地 再看一次撞击瞬间 机车笔直地撞入槟榔滩 烹然巨响老板受到惊吓 整个人从椅子上弹起 看着满地碎玻璃 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 恐怕没想到人在家中坐 竟然还会飞来横祸 记者黄天耀油淘台北参访报道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的严谨工序 将严选大干贝珍珠包 还有石斑鱼飞丽来入酱 制作皇家品味的口感 您可以扫描QR Code 或是直接到快点购的网站购买的话 记得要输入CTI567 这是辣西的推荐奈马